大家好 我是胡明星 那今天的这节课呢 我们将带着大家去学习将过的form的使用 那说到form的话呢 大家一定不陌生 那因为在学习html和css的时候呢 大家有学到过form的标签 对不对 这个form的标签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去这样去写 好 这就是一个form的标签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写上相应的表单元素 对吧 好 那我们今天要去学的这个form的话呢 和之前html当中的这个form的话 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那我们要学习的这个form 是jango的form组件 那是一个表单的组件 我们所说的这个form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表单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很多的网页当中 可能都会用到这样的表单 那比如说我们去百度的搜索的页面 那我们可能会去使用到 那这个搜索框 然后点击它的时候 它会去进行提交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表单 我们用户可以去输入内容 然后向服务器去进行提交 然后里面还有用到很多像 比如说登录或者是注册 或者是评论的这样的一些功能 都是需要用户去填写一些信息 然后呢 把这些信息提交给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去接收到之后进行处理 OK 那这个表单在我们的整个网页开发的过程当中呢 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技术 好 那Jungle Form Jungle里面的这个Form组件 那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呢 它是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表单系统 一个表单系统 在Jungle的这个Form当中呢 所有的表单类 它都是从我们这个Jungle 好 Forms.Form的这个类当中呢 去创建的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类 都要从这个子类去 都要从这个负类 都要从这个Form的负类去继承过来 然后创建 好 包括这个Model Form 好 Model Form Jungle的表单系统呢 主要是两种 两种 一个是 刚才说到的这个Form 那这个的话呢 是所有表单类的一个负类 好 然后还有一种呢 是Model Form 那这个Model Form的话 可以和我们的模型类 绑定在一起的一个表单类 OK 那我们可以来通过一些例子 去认识这个Form 那我们会从这样几个方面 去认识Form 第一的话呢 就是我们如果去要 我们如果是要去实现一个 提交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我要向这个出版社的 信息表里面去添加数据 添加一个出版社的信息 那我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不使用这个Jungle Form的情况 还有一种呢 就是使用Form的情况 使用这个Form内的一个情况 怎么去使用 还有一个呢 使用这个Model Form的一个 那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会呢 从这三个方面去给大家 做一些分析和比较 让大家体会一下 使用Jungle Form和 没有使用Jungle Form 那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 OK 好我们现在呢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我还没有去写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 我们还是在之前的这个代码的基础上 代码的这个基础之上去用 我们在之前的这个代码里面 那有一个这个出版社的module 对不对 有这样的一个模型类 模型类 我们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往这个模型类里面写数据 那写数据的话 我们自己去定义一个表单 往里面去写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不使用Jungle Form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应该什么去做 啊 怎么去做 好 我可能会先在这个 微游里面呢 去增加一个 方法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是专门去处理 增加 这个出版社信息的这样一个方法 对不对 好 我先呢 给他一个pass空语句 好 然后我们在uil.py里面 好 会去定义 这个uil 好 我去添加的这个uil 那假设是叫做这个名字 对不对 好 增加出版社 然后他对应的 微游当中的方法呢 是这个对不对 我们刚才定义的 然后取一个别名 啊 比如说是叫这个名字 好 那这里面的话呢 具体怎么来写啊 我们可以呢 我们去定义 去判断一下用户提交的方式是post还是get 好 如果是post的提交 那说明呢 是用户在往我们提交信息 好 否则的话呢 好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呢 就不是 好 就不是向我们提交信息 是要显示页面 是要显示页面 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request 好 当然我还需要一个模板 就我们在提交数据 使用表单提交数据的时候 一般情况之下都是用post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去定义 去判断它的提交方式是post 那我就能够知道 那我就能够知道 如果为post提交 去接受用户传过来的 用户提交过来的数据 对不对 好 这模板还没有 好 我给它加一个模板 加一个模板 模板的话呢 假设是叫做add 好 那就模板还是叫这个名字 加一个模板 加成文件夹了 那重新再来一下 模板的话是html的模板 好 这个是增添加出版社信息 好 对不对 好 如果不是post的呢 我就让它把这个页面给显示出来 给渲染出来 如果是接收到是post的呢 我就去接收它的数据 对吧 那这个模板里面的话呢 我们是要去 定义好一个表单 对不对 我们要去接收用户传过来的数据 那是通过表单传过来的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去定义好一个 这个是html的一个表单 然后他提交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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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这个view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定义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定义的这个url 对不对 提交到这个地址 好 同一个地址 OK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去 使用url 对吧 把这个名字 对吧 这个name的 这个地方填写的这个名字 那它其实是对应着这个 取得这个name 对吧 它的一个别名 对应的是它 OK 好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是要去 添加什么样的信息 添加什么样的信息 是不是这个module里面的这些信息 对不对 首先是名称 出版社的名称 是一个import type是文本 然后name 等于name 好 然后我让它做一个换行 总共有多少个 123456 6个 3456 好 最后还差一个提交按钮 提交按钮的话 type是subman 那我按钮呢 假设显示为 提交 好 名称地址城市对吧 好 这个地址 这个是城市 然后这个是审份 然后这个是审份 审份 然后这个是国家 好 然后最下面是网址 国家 然后这个是网址 OK 那这样的话我就定义好了一个表单 对吧 一个foam的表单 然后呢 它并且能够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把这个服务启动起来之后 好 那么的name hello 好 我这地方的话呢 有一句多余的代码 好 我先把它给删除掉 好 重新再启动一下 好 启动好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所定义的这个路径 好 我们定好的这个路径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添加 添加的这样的一个表单 一个表单 但我现在没有去美化它的样式 这下我们就先这样显示 把这个功能实现好 让大家去体验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这个地方去接收到它传入过来的信息是post的话 传过来的是post数据的话呢 我可以去把这个post里面的内容打印出来看一下 对不对 我们来提交一下 比如说这地方随便的去提交一些数据过去 好 提交好 这地方报了一个403 好 这个403的错误的话 我们前面也有也有遇到过 对不对 好 因为在进行post提交的时候 它是要去验证 好 这个token 好 我给它加上这样的一个token 好 重新的再来一下 334好 随便写一点 好 然后提交 好 提交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print出来的内容 好 现在先不管它页面上出错的信息 好 这个地方 那它其实是有提交的内容过来 对不对 看表我们刚才的 我们刚才的print request.post 那它就可以把你post的这些数据 以一个字典的方式获取到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供的website 或者是state 或者是country 对吧 这里面都有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接收到这些数据 然后呢 再把它添加到我们的这个代码里面去 添加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 好 所以这个地方 那比如说我要去接收 name 好 这样写也可以 对吧 好 因为是一个字典 我用字典的方式去获取 好 然后也可以 request.post 然后点get 好 还记得我们前面上过的内容 对不对 你也可以这样子去获取 好 用get的方法去获取 好 都可以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好 然后紧接着再是set 把它复制过来 好 方便我去查看 还有四个内容没有去接收到 好 把它复制一下 set 好 这个是省份 这是国家 好 这个是 好 website 好 注意我们在接收的时候 接收的时候 这个名字 这里面的这个名字 包括get里面的这个名字 它其实是什么 是我们在表单元素里面的 这个元素的name 对吧 name的属性的这个值 对不对 是它的这个值 OK 好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 放到数据库里面去 还记得我们oim的时候 放到数据库的方法 可以用create的方法 可以用save的方法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现在就用create的方法 好 我去调用这个module 那使用create的方法 好 使用create的方法 create的方法的话 name等于name 对吧 好 然后adjust 我们把这些都写上 它要插插入的这些值 那都是在这里 全部把它写上 好 这个等号右边的是上面的变量 对吧 然后左边等号左边的话呢 是我们的这个module的列名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 我就通过create把传过来的这些数据呢 然后传过来的这些数据呢 写入到这个module里面去 也就是数据库里面去 然后最后结束了之后的话 那我再来一个return 那也说httpresponse 然后呢 添加出版社信息成功 我给它返回一条信息 对不对 返回一条信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就开发了一个简单的 增加出版社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小功能 一个小功能 那这个功能的话呢 是没有用form的 对不对 没有使用jango的form 使用的比较一个原生的方式 一个原生 就是用httm表单的这种方式 我自己去写表单 然后把这些信息传过来 服务器去接收 好 接收到之后呢 再放到数据库里面 这样一种方式去处理 那这样处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 先刷新一下 对不对 现在我的数据表里面呢 是这样一些数据 我现在往里面去添加一些数据 这地方我就随便添加数据 好 随便添加 然后呢 点击 提交 好 这地方呢 出版社的信息成功 出版社的信息成功 好 没有问题 那我看一下数据库里面的信息呢 OK 那这些信息是不是被写入进去了 对吧 被写入进去了 如果是我什么都不写 看到没有 我什么都不写 然后我同样点击提交 它也是显示成功 那你会看一下 它插入到一条空的数据进去 对吧 一条空的数据 OK 那我们没有用到 我们没有用到 那这个 Jungle的Form 而是使用的一种比较原生的方式去实现这个功能的时候了 那这些所有的代码都是我们自己去写的 对不对 你要去接收数据也好 还是说你要去做表单验证也好 那像像刚才的这种情况 明明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填 但是也能够成功的提交 然后插入了一条全部是空数据的这样的一组数据进去 它也可以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去做这个书 接收的这个数据的验证 对不对 我如果是要做的更好一点 我还要去加什么 加验证 好 加验证 我要去判断它输入的内容是不是合法的 然后我要去加验证 那比如说是为空的 我就不让它去执行下面的create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的话 我这个地方就不写 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功能演示 知道我们用原生的一种方式去实现一个表单的提交的过程 那它的一个大概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好 在这里面 OK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用form的方式去改变一下这个程序 让大家去 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 让大家再去对这个form呢 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OK 那 这节课的话呢 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